哈喽 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新闻重点直播 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6点钟了 大家已经在吃晚餐了吗 我是作恒 好 我们来看到新闻第一条来大家看到 是在桃园卢举有一间民宅 怎么会暗藏玄机呢 因为里头是一个赌场被警方破获 在里头逮到了将近有20名的赌客 那么他们为了要躲避警方的查气 竟然是出动了隔音名 因为就怕说在里面赌博的时候 声音太大声会被附近的邻居发现 而同时也加装了非常多的监视器 但是白密碧有一书 还是被警方给破获 援警拿着工具一下又一下 用力撞击铁门顺利破坏 打开后大批紧力冲进铁皮屋内 民宅玻璃门被击碎 玻璃碎片掉满地 内部设备简陋 只有一张黑色沙发一台冰箱以及柜子 乍看就和一般民宅一样 但其实里面暗藏职业赌场 那平常有什么人在出路有看过吗 没有 都不知道 对 进出超低调附近民众也毫不知情 这地方就位在桃园卢竹区上新路 住宅密集旁边还有店家 而铁皮屋内从铁门走进来通过狭窄通道 推开门好几人聚在一起围坐成一圈 警方接获献报疑似游人非法聚赌 立刻成立专案小组埋伏在三十一号晚上十点多 左右攻坚当场查获六十二万多的抽头金 以及堵字一百二十七万天酒牌等证物 负责人是一名四十二岁流星女子专门经营赌场 被抓到就在欢地方一举一动都非常小心 更为了躲避茶器不止内部加装隔音棉 屋外也设置多部监视器随时查看屋外动静 但还是难逃罚网TVB的新闻林志伟和可演桃园采访报道 好我们提醒您 如果东西太便宜的话也要小心 因为这个买酒就有人买到一个 专门做仿冒金门高粱酒的工厂 就是警方发现这个工厂 他们会以低于市价五十或是到一百的价格 来贩售各式各样的金门高粱酒 那其实里头都是他们自己私酿的伪造品牌的商标 这非法的侵权是超过了六千万元 而流向都是到一些餐厅或者是杂货店 客人利用梯子爬进了酒厂内 进行酿造及调味 刑犯三人从一百零三年初开始 涉嫌以低于市价五十到一百元的价格 较高的纪念酒款 而且商标背面同样印有房尾标签 辨识三把的文字说明 真的是以假乱真 民众该如何辨识呢 稍微摸一下 其实这都浮标 这个龙其实它都是浮雕的 使用一下这个紫色的碳照灯 然后在灯光比较弱的情况下 你去打打这个瓶盖的时候 它就会反映出有KKL这个字样 金门也提醒民众购买酒品时 勿贪小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酒 透过合法厂商购买 以避免买到真瓶装仿冒酒 TVBS新闻徐克成高雄报道 好 接下来这个我想到 偷鸡不着十把米的故事 因为台中有一个毒贩 他租车欠钱 那这个租车的公司 就要跟他追讨债务 那这个人他就不断的一直跑 一直跑 眼见是要跑不掉了 结果他就跟远景公称说 他是被人打了 但是马上从他口袋里头 掉出了毒品 当场人赃俱火 你不要这样不要紧啦 你干什么 你现在是要干什么 我快来在这里干什么 好大的胆子被远景包围海赶 破口大骂五字巾 看来吸毒吸ㄎㄧㄧㄧㄧㄥ 惱羞成怒 因為持有安非他命不敢承認 地上那些是什么 地上那些什么东西 地上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 還在便没有关系 除了在车门旁边找到吸食器 以前犯身上的包包 有更多证据 不是你的 他怎么从你身上掉出来 不可能从我身上啊 他诬赖我 搜出二级毒品 安非他命0.19公克 嫌犯是一名28岁的林姓男子 但他会被逮到持有毒品 也是自己害的 路口监视器拍照 在警察到场前 林姓男子在大街奔跑 跑给租车公司的业者追 逃到一半还跌倒 因为他租车代步 但没有付租金 一天租金两千块 总共欠了三万五千块 业者利用车上的GPS追踪到他 直接到台中大理区赌人 没想到林姓男子眼看没有办法脱身 干脆报警 谎称被人毆打 想要请远景来救他 结果自己藏毒险漏陷 我自己跌倒了 我现在没拉你 我自己跌倒 他从后面那边 他一直这样处处于我 我梳理你 他没有拉你 林姓男子不只持有毒品 要被移送 租车期间 车子轮框 车门板金也被他撞出不少痕迹 业者一并提出毁损高速 TB宣传媒 罗欣台中报道 IMB平台吸金超过83亿 全台市有超过5000人受害 在历经10个月的审理 一审宣判 祖先是16年半 而祖先的女友则是12年半 但这其中 竟然发现前行政院顾问也有设案 经过十个月的审理 IMB吸金案终于迎来宣判 自救会在法院前大呼口号 特地到场听庭 这天法官也借提主嫌曾国伟 和女友也得来听 IMB平台标榜免除银行介入 提供借贷媒合 宣称投资不动产可领利息 全台超过5000人受害 主嫌曾国伟等人这七年间 吸金超过八十三亿 检方去年起初三十一人 如今一审结果出炉 主嫌曾国伟判十六年半 病科罚金两百五十万 没收七十一亿 女友张淑芬判十二年两个月 病科罚金一百五十万 另外法人金融科技公司 则得缴纳一亿元罚金 法官痛批主嫌不仅炸欺吸金 造成购诉人极大财产损害 创造的平台更使公司业务 和行政人员都得面临刑事追溯 更导致投资人身心俱疲 家中经济遭拖垮 影响难以估计 不法吸金的所得 应该要被没收 而还没有被没收的金额 高达七十亿元 也就是有七十亿元 不法的金流去向不明 同样是被告之一 大丈夫房严妙珍 一看到媒体立刻用外套盖頭 在法院上演你追我跑 判刑三年九个月 至于前行政院顧问陈正坤 利用代書職務 替主嫌办理房产顧户 提供場所常逆犯罪所得 则是判刑一年 全案还可上诉 越南籍的移工 他们组了车手团 这堪称是各种国籍都有 因为他不只吸收少年 甚至还雇用了泰国籍的移工 来帮他们收账本兼当撤手 刑机早已被警方锁定 沿路追终于找到时机才上前歹人 自己站起来啦 东西放哪里自己讲 都被包围了 还是挣扎到最后 就是不肯乖乖配合 通通被压制在地 被发现毒品一律说不知道 就是不认 而车内的人都是逃逸移工 甚至是诈骗集团 警方今年三月开始 花三个月的时间 瓦解一起车手集团 结果竟然是外籍移工当头 吸收少年当车手 在桃园 苗栗 台中 彰化 陆续逮捕二十人 有六人未成年 其中包括七名越南籍 三名泰国籍 大部分都是逃逸移工 主贤是二十六岁软性 越南籍移工 担任收部首 来台四年 去年十一月 被通报逃逸 持续吸收同伙 甚至在网路上 发出买卖银行卡 密码跟存折 可以赚钱的资讯 这些都是越南籍 跟泰国籍移工 要回国前面交 买卖自己的提款卡 甚至也有 从越南寄过来的一本 可以卖到一万五到两万 甚至为了躲避查器 在网路上买注销车牌 沿路提领不断更换 拿着卡载着车手轮流 下车零赃款 甚至一发现警察 就随便乱冲撞 清查被害人有三十四人 诈骗金额高达一千万元 其中少年车手则是透过 网路印证工作 每提领一次 薪水是赃款的百分之三 万万没想到外籍移工 也转行当诈骗集团 到处骗人辛苦钱 TW的新闻 延人身份台北 采访报导 好 接下来众所期盼 台湾在奥运的第一面奖牌 是准备要入带了 因为全级美少女吴诗仪 她已经确定至少 一定会有保底铜牌 那当然接下来持续的 希望她有好表现 可以迈向金牌 那其实吴诗仪 她家中是在鸡汤面店 其实我今天早上才发现 说她跟我们公司超级近的 那Google评论马上就涌入了五星的好评 还有很多的粉丝 在今天跑去现场 希望可以吃吃看她们家的美味 在巴黎奥运的第一面奖牌终于拿下 由拳击国手吴诗仪 在女子六十公斤级八强赛 击败对手成功晋级四强 至少同牌入带 台湾在巴黎奥运的第一面奖牌终于拿下 由拳击国手吴诗仪 在女子六十公斤级八强赛 击败对手成功晋级四强 至少同牌入带 也是本届第一面奖牌 但当然要继续往金牌迈进 消息传回台湾 家人开心到睡不着觉 吴氏仪家里开鸡汤面店 店内挂海豹野伴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在IG限时动态 为他打气应援 Google评论涌入五星好评 不少人感谢店家背后支持 为台湾培养出台湾之光 还有人预祝夺得奥运金牌以及大赞 带有浪漫巴黎奥运奖牌味道的鸡汤面 就是赞赞赞 接下来女子拳几六十公斤级四强赛中 吴氏仪将对上中国队的杨文露 赢了之后可能会碰上爱尔兰或巴西选手 二十六岁的吴氏仪是这次奥运 女子拳击代表队中年纪最轻 教练说只要她心理素质稳定发挥 开张更好的奖牌不是问题 因为四强赛中碰上了对手 跟台湾交手蛮多次 一九四八年伦敦奥运之后 因为拳击密集比赛让选手太辛苦 只要进入到四强就保证一定有铜牌 对于接下来的赛事教练台湾粉丝 还有家人姐姐都很有信心 就等吴氏仪拿奖牌回家 TVVersion采访团队综合报导 好奥运的场上有很多感人的画面 同时也有很多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特殊的 像是东欧的柔道选手呢 他真的太开心了 没有想到乐极生杯振臂一挥的时候呢 只有自己的手就脱臼了 另外呢还有是美国这个杨勇的铜牌的选手 他在颁奖的典礼上老婆在旁边加油 也同时高举宝宝的性别 让他是双喜临门 表情猙獰 单手着底 东欧柔道选手欧斯曼诺夫 在奥运夺下男子73公斤铜牌后 因为太兴奋奋力挥拳庆祝 结果挥得太大力导致肩膀脱臼 当场痛到不行 另外美国永江梅菲 在男子100米杨勇夺下铜牌 当天他双喜临门 在颁奖仪式时 梅菲怀孕的老婆 在看台上指标语告知 他们的小孩性别是个小女孩 让梅菲超开心 还说朋友的小孩也快生了 之后可以当闺蜜 这次奥运还有好几位妈妈选手 埃及极箭选手哈菲茲 挺着怀孕七个月的运渡 参加奥运 闯进十六强后 才曝光自己已经怀孕 还有这位亚赛拜仁的射箭选手哈马山洛娃 怀孕比射箭 打败中国选手安齐萱 这次奥运选手 有不少人都已经当妈妈 包括夺下银牌的法国极箭选手奥瑞安 还有美国篮球选手 为了让妈妈选手们专注在比赛上 这次巴黎奥运还首度在奥运村设立托儿所 让选手在练习或参赛时提供托婴服务 预备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我们的羽球宜姐戴孜颖呢 她很可惜在昨天没有能够获得胜利 她在奥运的最后一五呢 也已经是结束了 她走出场馆的时候啊 眼眶都还是红的 不过我们也很期待 因为她之前有说过 退休之后呢很想当个三宝吗 戴孜颖赛后走出场馆 粉丝们一看到男眼激动情绪 大声叫着她的名字 戴孜颖面露微笑握手寒暄 缓缓走到马路边 此时此刻戴孜颖的双眼还有点泛红 刚哭完的小戴令粉丝好心疼 辛苦了 戴孜颖辛苦了 小戴这一路走来一阵太辛苦 奥运最后一五看到她尽力拼搏后落泪 粉丝忍不住哽咽 专程来加油的粉丝 情绪还是很激动 皱着眉想和戴孜颖合照 小戴最后一样露出了甜美亲戚笑容 赶快过马路上车离开 为了球迷她总是尽力拼搏 之后终于要退休她也曾透露退休规划 现在先没有想太多我想先过一下 就是每天不用被闹钟叫醒的生活 今年六月过三岁生日时 她说退休后每天要睡包耍费 长时间在国外征战可能会找个时间去环岛 在台湾好好的玩过一次 还说以后想生三个小孩 等生几个就是想法而已 等她退休之后再来好好规划 戴孜颖其实非常疼爱姐姐的儿子大侠 日前破文替大翔庆生 还说没想到宝宝蛋糕很好吃欸 看得出来她很喜欢小孩 现在要在战场上放下球拍 除了羽球也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开启人生新篇章 TB新闻采访团队 法国巴黎采访不到 好 刚刚其实来播之前 大家都在关注的好消息 就是羽球一哥周天成 她在稍早的时候 已经顺利的击败对手 闯进了八强赛当中了 那她其实在这一场对上的 是世界排名第五的日本选手 以直落二的好成绩 击败了对手 那其实呢她跟这个对手 年龄有相差到11岁 接下来她将会面对到的是 印度的选手 羽球一哥周天成 征战巴黎奥运第三战 对上日本一哥奈良钢攻打 开局小天先掉分 但对手连续失误 周天成也加速 连续三拍反拍加压 拿下五分 最后以二十一比十二二三分钟内 解决第一局 只是进到第二局的时候 后半遇上乱流 奈良钢连续追了六分 让周天成马上稳住正脚 连得两分比输五个赛末点 以二十一比十六 十落二收下比赛胜利 也是生涯第三度闯进奥运八强 教练很满意 除了场边不断的加油声 是一大助力 都是很恐怕跟秘密特训有关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状态自己有调上来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年龄的问题 其实不是就是要找对方式和方法 年龄真的不是问题 周天成今年已经三十四岁 对手奈良钢只有二十三岁 相差十一岁 但过去三次交手都是小天胜利 而周天成也是三度后关奥运 前两次在二零一六跟二零二一分别拿下 第五根止步八强 现在癌症痊愈 身体状况也调整好 拼的是站上颁奖台 世界排名十一的周天成八强赛 将在八月一号对决印度选手 可能是世界排名第十三的普兰诺伊 或者是二十二岁的拉克什雅 教练强调不管是谁 保持状态最重要才有望拿下生涯 守面奥运奖牌 TVBS采访团队 在法国巴黎的参与报道 也是再度的扣关 是台湾的网球一姐谢淑薇 她回回十二年在战奥运 而这一次在双打的项目当中 搭档是年仅二十岁的小将曹佳怡 两个人一路过关斩将 在今天晚间要挑战的是四强赛 希望他们有好表现 这首一碰网球女霜 旋风就来了 台湾网球一姐谢淑薇 睽違十二年出战奥运 这回搭档年仅二十岁小将曹佳怡 首轮就给对方好看 直落二迎球 八强战因为对手气赛不战而胜 周四晚间要力拼四强战门票 专注看球俐落灰拍 眼前这位身高逼近一百八十公分 拥有高挑身材的网球星星 就是曹佳怡 为何被球后卸熟为清点 搭档出战五环殿堂 曹佳怡实力不容小觑 曹佳怡五岁就开始打球十二岁 前进发网明日之星赛获得冠军 十八岁当上职业选手 二零二三年香港公开赛 拿下WTA双打冠军 专家更说这次奥运想赢球 重点不在谢淑伟而是曹佳怡 穩扎穩打 专家认为谢淑伟曹佳怡很有迎面 毕竟这次碰到对手是大爆冷 杀出的杰克 非种子黑马 莫霍娃和诺斯可娃 以照过去经验来看 这两位都不是擅长双打 谢淑伟携手曹佳怡老将带小将 也让这次网球女双可能不只追凭我国最好战机 还有望缔造网球女双最佳成绩 打出全新火花同时 再为我国奥运增添奖牌 TB的新闻小蓝张慧先来报道 好不过稍早最新的消息是巴黎奥运的射箭女子个人赛 首先登场的是年纪最小她只有19岁的李才奇 但是呢她虽然小将可是她还是射出了六支的十分剑 不过很可惜的面对到这乌克兰的选手最终是以4比6不敌 那么现在个人赛的部分呢是止步64强 好我们再来看到喔其实在体育场上啊 没有什么谁输谁赢是一定的喔 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的这一位呢 体操的选手喔她堪称是大黑马 因为年仅20岁的她呢首次来参战奥运就夺下了金牌 那你一定很好奇啊为什么她过去没有参加呢 其实在上一届的时候她本来就要参赛了 很可惜在赛前的时候受伤 因此是缺席 不过这一次还是会为日本队夺下金牌 一口咬住刚到手的奥运金牌站上颁奖台露出腼腆微笑 他是今年才二十岁的日本体操小将刚胜之助 第一次披上国家代表队战袍出战奥运男子个人全能赛 就以八十六点八六三的成绩力压中国劲敌摘下金牌 也帮助日本完成四连霸 第一次披上国家代表队战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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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岁就展现天赋 国中开始进入体操学校学习 被教练视为明日之星 2019年开始从世界青少年体操锦标赛 到亚洲体操锦标赛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十五岁时就拿下青年锦标赛个人全能赛金牌 2020年冬奥因为受伤失去比赛资格 但他没有放弃持续累积实力 如今一举登上奥运殿堂就夺金 特别感谢前辈帮助 不过有趣的是刚胜之柱的父亲 其实是位棒球迷帮儿子取名胜之柱 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偶像 独卖巨人捕手阿布盛之柱一样的棒球明星 虽然与棒球无援却在体操界发光发热 成为日本体坛明日之星 TVVS新闻综合报道 很多人替他爆区是台湾的拳后林玉婷 才8月2号出赛 可是就在比赛的前夕 他过往的性别检测议题却被翻了出来 甚至包含JK罗琳都在质疑 那不只是他的国中老师 出来替他说话 包含总统赖清德也发声力挺 比出拳击手势 这是台湾女拳王林玉婷 国中时期就留着俐落短髮 就会出战巴黎奥运 被哈利波特作者JK罗琳 指引跨性别 而这些攻击看在国中老师眼里 国三教他的数学 那他是我班上的数学小老师 那每次他都把数学小老师的工作 让我很放心 做得很好又很负责任 国中的时候很女性化 是一个可爱的小女生 你孩子剪这个短头发 如果是运动选手的话 应该是很适合的 从来不怀疑他 对于什么性别之类 从来不怀疑他 性别争议让林玉婷 沦为剑靶 方暴去的不只英哥 国中老师还有他的大学长 那他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兼具 各种特色的一个运动 总统赖清德也发文 为他加油 不只国内力挺 国际奥会也强调符合资格 和医疗规定 这其中也包含静药检测 小心翼翼把检体放入离心机 这是检测静药流程之一 清单包含 可能影响表现的荷尔蒙药物 你到挖导网站去看 就可以看到说 这清单的药物裡面 然后有些是荷尔蒙 有些是生长因子 然后甚至我们的 有一些什么 利尿剂也在里面 性别争议 国内人人齐发生 当后盾 让林玉婷奥运厂上 好好发挥实力 TVB的新闻 红富豪陳远婷 台北匆忙报导 现在是暑假期间 我们要提醒您 做户外的运动的时候 还是要衡量自身的状况 因为一名十五岁的少女 她参加暑期的夏丽营 结果教练带着大家去西边 要来练习飘飘河 玩这个水上的飘浮 但没有想到少女 卡在石缝当中 已经溺毙了 綜衣之后 还是宣告不去 穿着救生衣 戴着安全头盔 两名塑西教练一步一步走到 女学生溺水的意外现场 当时所有人就像这样爬上大石头 再顺着吸水而下 可以看到就算脱去身上的救生衣 往湍急的水滑冲过去 教练还是顺势往下滑 始终浮在水面上 可是轮到高音女学生时 她却往另外一边流过去 最后整个人受困在吸水冲刷造成的洞里头 女学生溺水的地点 就在这棵树下边坡的一个洞 这个是水流长期冲刷造成的掏空空间 女学生就算有穿救生衣 还是整个人卡在里面 而且是呈现灭顶的状态 当时教练花了八分钟 才把人给拉出来 洞有多大 由于水量还是很充足 无法清楚计算 但教练拿着尺 在大石头旁测量 脚还踩了到地 水深大约介于1.5米到2公尺之间 因此溺水的位置可能更深 女学生被揪出时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救护车里算CPR持续做 但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死者是十五岁高一的黄姓少女 在北部念私立高中的她 暑假参加五天四夜的夏令营活动 为了第四天的溯溪活动 才会跟着其他人一起练习溯溪前的漂浮训练 欢迎落水过程 三十一号下午四点大家轮流练习 溺水当下两个教练都去救人 疑似水压大才没办法赶快脱困 则那消防局获报把人送医 不到三小时院方还是宣告死亡 我们机察重点会针对我们 就是他们活动的水域的范围 还有一些他们使用的一些设施 明明不是公告危险溪水区域 却有人溺水身亡 县府也找来相关单位联合稽查 根据了解业者在这边经营至少十年 到底训练过程有无疏忽 有关人命检警势必要小心厘清 TV型综合报导 好那这起事件到底有没有人为的疏失呢 持续调查发现到两名教练 其中有一个人 他的证照已经过辞了 可是却没有去换 这形同是无照 那另外呢也发现说 业者竟然没有帮学员投保意外嫌 带着学生体验溯西 只看到两个人全副武装 但落水时怎么姿势怪怪的 不要 一个头直接往下坠 一个整个人被抱住向后摔 就算学员都说不要 动作还是没停 这是出师的夏令营业者 两年前就曾降带团引发争议 我们的福利背心有户井的保护 那有头盔的这个保护 其实他的承受耐受度 基本上是安全的 带团闹出人命 两名教练重回现场 强调每天都在营区 除了对水性了解 也都知道每天水域情况 确认前一天的下雨雨量 没让吸水暴涨 活动才会继续 只是比较资深的徐姓男子 领有合格的证照 但另一名张姓助教证照 过期没去换等于无照 而且明明官网上 都要报名的人留下身份证 或者护照号码 方便投保200万的意外嫌 不过却疑似被查出 业者这回没投保 就是事情发生的当下 都是小朋友自己打电话 跟家长 连那个接送 也是小朋友跟家长联络 由于三个孩子 刚好跟死者睡同一间房 也在女学生后面才要下水 为了厘清过程 全被警方找来当证人 来到南澳的扇子瀑布 硕西民众开心体验这清凉 带团教练说除了安全装备不能少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更要做足 一年跟一年的水性每年都在变 台湾的河川每年都在变 所以建议是还是要当地的向导 是比较妥当而且是安全 水火无情就算支撑教练 还是得畏惧这大自然的力量 这回溯息导致少女失去生命 两名教练心理也不好受 但后续过失责任恐怕跑不掉 好又是大巨蛋相关的话题 因为日前蒋湾不是抛出说 10月份的国庆晚会有机会 在大巨蛋来举行吗 那就有平面媒体指出说 这个会有这样的决策 主要是因为刘绪芳 也就是内政部长 在6月份跟他见面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 但问题是现在呢 蒋万安这边说没有 包含刘士风这边也是驳斥 要全力办好北市国庆晚会 但这地点已经掀起政见波澜 蒋万安透露当天 马上就有市府官员称 立法院长韩国瑜指定要打巨蛋 但才相隔一天 是联系而不是指定 原来韩国瑜致电蒋万安时 是说容纳千人的地点都行 包含国父纪念馆或中正纪念堂 大巨蛋或许也是选项之一 而不只韩半否认要求指定大巨蛋 连内政部长刘士风也否认接触过相关议题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收到任何说 我去表达这个所谓的国庆晚会 要在大巨蛋举行的事情 也认否认是否也是不想替大巨蛋安检来背书 就是由立法院做决策 那他希望在哪个地方举行的话 那我们内政部就全力配合 当时和刘部长会面有聊到国庆晚会吗 谢谢喔 谢谢 那怎么看议员觉得您是拿内政部来背书 大巨蛋代理的小朋友 怎么问都是谢谢两个字带过 不过北市府人坚称却有此事 6月28日刘士风部长一行拜会台北市政府 但内政部也有向市府表达 上一次国庆晚会在台北举办的时候 已经是多年之前 所以也期待回到台北市举办 可以提早准备 双方各职一词 但唯一确定的是 决定在大巨蛋办国庆晚会的 肯定只有匠师府 TVB的新闻 花志森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而台风凯米造成了多地都有灾情 我不知道您自己的家中状况如何呢 那现在行政院就说要检讨了 因为他们发现很多的家中淹水都是在住宅 所以就是说未来希望这些大楼 都可以纳入防水砸门的设备 而且在未来也会有相关的补助计划 但其实北市府早在今年的医院已经推动 放迪姿泰说出拍謝两次 行政院卓院长在封灾后 二度到嘉义丁余产受损状况 大家已经在受损 心情不好 财务受损了 家里要整理局务底下 过程当中我们让他觉得更能够顺心一点 要当人民最大靠山 主演长早上的院会鞠躬向所有救灾人员致意 根据民进党内参民调 仅有二成五民众认为台风致灾是致水不力 而对于中央应变近六成民众是满意的 灾情较严重的云嘉南高频 满意度更超过六成 必经致灾人事事实 怎么精进防汛设备 有政院人士提到 因扎强居家防水层面 考虑修法强制公寓大楼公社 要纳入防水闸门设备 不过早在今年一月 北市府推出防水闸门补助 只要符合条件评估后全额补助 希望每个道一定要装 以防造成大楼灾害 就怕豪雨积水进入住宅造成损失 但怎么记录淹水 正愿19年核定水灾智慧防灾计划 依附在路灯上的淹水感测器 在台北市的三处低挖处都可以看到 不过根据省计部的报告 有高达七成的淹水感测器 并没有发挥功能 因为发生的这个台风次数比较少 感测器没有淹水记录 未来再来做检讨 我们的下雨道水游器 比这个感测器更好 距离路面大概1.5公尺内 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预测到 灾害怎么应变 掌握雨水状况 地方政府上井发条 拿出对策 TVBS的东西年轩台北长报道 好 这灾情有多惨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在高雄 期经的露营区 它本来是海景第一排 那想当然耳呢 当然也是这个台风受灾最严重 我们看到呢 这个台风的摧残之下 数十顶的帐篷股价被吹得面目全非 而且呢损失大约有600万元 那其实去年就已经同样是受到台风的侵袭了 现在业者说他们也不敢再买太多 股价丸区衔接处Y7扭8 外帐的帆布残破不堪 完全看不出原本帐篷的模样 卡式路焊电风扇散落在地上 一大张桌子也被凯米台风吹得东倒西歪 床垫曬在阳光之下 圆区内满目疮痍 然后又有点可惜 如果这边风景还不错可以来这边录一下 你说可以来预约看看 走的好像都很乱 业者你不是要赶快弄好才有钱赚吗 齐晶的高级露营区位于海景第一排 优美的风景吸引不少观光客 不过颱风时却也首当其冲损失惨重 高雄迄今这出路营区营业多年 在初期时整个园区有75个帐篷 但去年海溃颱风侵袭 园区损失600万 缩减成为59帐 台米台风再次重创园区 现在业者只好减少变成25帐 还得暂停营业至少半个月 预约的客人让他们延期取消 这应该有80万到100万左右 把这25间全部更新 每当有台风行程 业者的头就好痛 因为这种固定式帐篷 光是拆除一个 就要花费两个小时 园区内数十个帐篷 业者拆也拆不完 根本无法提前预防 只好在台风来临时尽量做加强 设法把损失降到最低 今年不亚于600万 大概也是在600万左右 我们这是加了很多侧面 很多支撑的地方 股价撑住了 但是这个挂在上面的布 还有外帐 他没有生意 他就一些关键的地方破损 原本想趁暑假转一波 没想到却遇上强风奏雨 损失超惨 现在业者只好赶快修复 趁着暑假结束前 设法把损失的转回来 TVBS新闻 吴少龙 徐端高雄报导 但有没有可能危机就是转机呢 因为南韩今年是大雨不断 再加上潮湿 酷暑暴雨这些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在家电卖场 竟然出现一个现象 卖的最好的就是除湿机 另外还有是手持的电风扇 以及防雨的鞋套 也都是销量暴增 位于首尔瑞草区的这间百货公司 设置的高级美食区最近新开幕 还没到午餐时间就挤满了人 几乎每间餐厅都得排队 现场设置舒适沙发 让客人边等边聊天 消费者满意度很高 想要体验高级美食的消费者不断涌入 使得美食界业绩 开张一个月的销售额和去年 同比激增2.7倍 购买其他商品的顾客比例 也达到了82% 另一间位于首尔乳伊岛的百货公司 则是标榜超大空中花园 布置成意大利南部度假圣地 让顾客留下美丽纪念照 短短10天吸引10万人次造访 来客数比平时多出3倍以上 销售额也呈现增长趋势 南韩七八月份暑假期间 相较全年生意叫淡 百货公司出奇招吸引客人上门 尤其今年暴雨加上酷暑 民众到商场吹冷气夺雨之余 顺便消费 业者推出各式创新夏季商品 像是两个人称也不会淋到雨的 常款双人伞 以及消暑良金 手持迷你电风扇 可以挂在脖子上的随身电扇 最近都很热卖 不少人也上网搜寻 有特色的雨季用品 保护鞋子的防水鞋套订单 以上月增加了9倍 收散后将雨水包覆在散内的反向散 订单也暴增了近10倍 又是优热的天气让南韩民众吃不消 所以我这间大型家电卖场 今年厨师机等雨季家电卖得特别好 不仅是实体店面 电视购物的厨师机销量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三成左右 大型超市看准雨季洗衣次数增加 设置优惠专区促销洗衣精和衣物柔软精 雨季期间水果通常会沾上湿气 导致风味下降 大型超市低价促销水蜜桃 透过社群媒体宣传 强调品种珍贵雨季也能维持甜度 另外还有和小农合作开发出 瓜皮较薄的五子西瓜 气候变迁导致语气增长 南韩零售业各出其招 让消费者愿意打开钱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如果到超商结账的时候 发现这店员怎么变成玻璃师大人 你会吓一跳吗 结果就在云林发生 所有超商的店员 他上大夜班上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身体不适 那远景到场处理 他本来呢 是希望可以去休息的 但是店员坚持不要 最后远景先自够奋勇 帮忙顾电 来看到他不舒服 好好好 我 我有叫119 超商店员人都已经趴在桌上 还说不用去医院 远景坚持要他上救护车 这几个小型人就昏倒了啦 不会是你自己太强了 这是一个工作啦 你的生命还是比较重要 救护人员到场的也在劝他 店员嘴巴上说不晕了 但全身瘫软相当疲惫 又忘记带药不去医院 是因为上大夜班 联系不上店长 怕没有人雇电才硬养 远景一停 马上支援收银 不然你先去啦 我帮你雇一下啦 远景先扶着超商店员上救护车 就回到柜台站好 帮忙代班 一代就是三四十分钟 直到其他大夜班店员敢来接手 远景便临时超商店员 一样穿上制服 但工作内容太不一样 有客人上门购物 只能说不好意思啦 目前这位玻璃式店员 只帮忙雇电 没有办法结账 可能会有 怕他们店里的财务受损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 先帮忙照顾一下 当然会有民众进来要买东西 他们看到警察 站在柜台 但我就是很压力 警方补充 该名店员有慢性病 上班前忘了吃药 结果越上越不舒服 直接趴在桌子 还是客人帮忙报警 店员他有责任 敢为工作卖命 但听我一句劝 探紧邱索 死命爱过 这是一个工作啦 你的生命还是比较重要 TVB的新闻商 崇米云林报道 网红凤梨跟网妖 大家还记得吗 过去两个人爱的浓烈 是高调的认爱 但是现在分手了之后呢 却反目前求 凤梨突然就po文 指控说网妖 倒刷她的信用卡 但是网妖呢也反击说 她并没有这么做 而且呢还po出 凤梨施暴的影片 不断拳打脚踢 嘴里还爆出口 完全不留情面狠踹 po出这段影片的 就是网红网腰 控诉昔日男友网红凤梨 把她打到送医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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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进天梯 狭窄空间只有两人 凤梨下手更狠 边碎念边动手 过程中网妖都没还手 只能不停道歉 想制止 网妖不只公开过去 被凤梨殴打的影片 说受不了了 要把之前全发了 也贴出自己伤事 和验伤照 提到脖子 右膝右手臂有抓痕 右手肘左膝上背部泛红 右前额斜肿上腹擦伤 网妖也提到 不管以前或是以后 我都熬过了 我真熬过了 其实网妖突然公布 这些动手影片 就是因为凤梨这篇贴文 凤梨公开指控网妖 倒刷她的信用卡两千多元 是凌晨收到简讯才发现 控诉对方从二零二零年 就偷刷信用卡至今 更晒出对话 骂网妖刷我的卡 还废话一堆 事后网妖坚称绝对没有倒刷 强调不是倒刷仔我有钱 曝光曾被凤梨家暴的影片来反击 昔日两人高调任案 网妖和凤梨曾交往四年期间 后来不欢而散 各自都有新的感情归宿 如今又在社群媒体上互杠引发风波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白热化 我们看到之前 川普不是才遇袭的事件 引发轩然大波吗 那现在竟然又传出说 贺锦丽的妓女 她的夺卫车是遭到袭击了 那很多人就很担心 这是不是跟选举有关呢 不过目前说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详细原因还要调查 贺锦丽妓女艾拉的护卫车 30号遭人袭击 车牌被破坏 嫌犯随即遭到逮捕 但调查人员认为嫌犯 很可能不知道这辆车的来头 研判与选举无关 但川普安赫警力团队 大打竞选广告 川普阵营锁定边境议题攻击 要提升约预计判业 川普炮火还没完 她说贺锦丽嫁给犹太人 但其实她很讨厌犹太人 第一她不喜欢以色列 第二她不喜欢以色列 第二她不喜欢以色列 你都知道 我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贺锦丽则不以为意 认为川普的种族歧视言论 只是老把戏 川普攻击贺锦丽是无赖 副首人选之一的肯塔基州州长 代替回击 就连川普的侄子 都出面反对投给川普 支持贺锦丽 川普侄子在专访提到 起初以为川普参选 只是想要有名气 结果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模仿贺锦丽 获得艾美奖的美国演员 玛雅鲁道夫 也宣布将重返 周六夜现场节目 誓言贺锦丽 许多名人开始选边站 现身表达自己支持的候选人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关注是 这个中华职棒 统一师的沉默王牌 潘威伦 在下个月 刚才还讲到大巨蛋 马上呢 他就要举办这个隐退赛了 那现在也公布了 相关的规划 里面会设置尊荣特区 说呢 会取他的背号18号 票价是8818 就算还想再战几年 42岁的同一龙牌 潘威伦 22年职业生涯 注定在下个月 划下句点 只要有能力在球场上继续打球 但会选择继续打球 后期当然就是抱持着老兵不止 那只会凋零的心态 在场上奋斗 一代枪头再怎么自律 依旧不敌年纪 9月28号 在大巨蛋对战 台岗雄英将是生涯最后一役 同一球团也取 潘威伦的18号 背号为协英 推出1818席最高票价8818元的尊荣特区 其实我刚刚是没有注意到那个票价 我觉得是一个责任的赋予 应该是没有辜负那时候 可能找总球团这边的托付 几乎所有同棋球星都一一高挂球一 如今轮到自己自然免不了离情一一 像生涯可能在二军比赛的时候 就下场的时候有听到球迷的呼唤 其实那时候可能不像一军比赛 可能比较一些音乐啊什么 就会听得比较明显 有些时候是那种不舍 只是距离既出设定要达成生涯150勝 能有一勝差距 最后一个多月里有没有信心 我觉得现在是选手的生命 我们就是把自己的生理状况调整好 那至于后续的安排 那就是看教练跟教练团那边 二十二年如一日 没有太多情绪起伏 昔日的护国神都踏上职业生涯 最后一里路 抓住全世界 TVBH的李一杰最终圈 欢迎收处台北斗 好 接下来持续要关注是巴黎奥运 刚刚我们这个有观众朋友CHL 他直接开了两个频道 非常感谢你持续支持 但我们也持续支持奥运 好 我们看到在奥运呢 其中有一个亮点是呢 马术的部分是在凡尔赛工来举行 但是这一次马术 其实没有台湾的选手参赛 倒是呢我们的执法裁判啊 他是有参加这个会场的奥运的 那同时呢其实在他们呢 这个裁判的部分呢 另外还有是这一位叫做周翠华 他是台湾体操的女裁判 同时也变成了台湾之光 这一次我认为以奥运项目来讲的话 这次应该是有史以来也空前 空前绝后的一个比赛会在凡尔赛工了 巴黎奥运马术赛事 在富丽堂皇等凡尔赛工举行 台湾马术裁判黄启芳 这届也加入裁判行列 跟选手们一样为台湾争光 虽然本届有台湾籍马术裁判在奥运场上 但没有台湾选手代表出赛 过去路易斯是曾在凡尔赛工 仰马即放置皇家马车 能够在此地办比赛是空前绝后 也代表浓厚的历史意义 亚运的选手一般来讲很多是在台湾 他们只是在就是最后的这个阶段 会到欧洲做一个训练 所以说相对的他们在参加奥运 在取得奥运的这些积分 或者参加奥运的这些比赛的等级 相对的机会就比较少 教练黄启芳也谈到台湾曾登上 五环殿堂的马术选手 包括汪毅秀 陈绍曼 长期在欧洲地区训练比赛 比较有机会拿到积分及资格 台湾选手若真的要出国比赛 也会有运输马匹的困难 我们希望我们的裁判能够在各个国际总会 能够继续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人参与 然后能够发挥他们的专业 来服务我们的国际的选手 巴黎奥运有十位台湾籍裁判 在各个运动场上执法 包含马术 羽球 男子及女子 更开阔 TVBS新闻采访团队 于信翰 刘立成 蓝玉敏 吴婷 法国巴黎采访报道 除了赛事热门之外 这纪念品店外头也是天天都是大牌长龙了 根据估计呢 这商机可以来到34亿的台币 奥运纪念品商店外大牌长龙 游客抢着买奥运吉祥物当纪念品 这次巴黎奥运的吉祥物 外形是法国著名的佛里吉亚帽 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代表自由 佛里吉有可爱大眼睛和吸睛的红色身体 搭配法国国旗颜色 让游客爱不释手 可爱的吉祥物设计 为巴黎奥运带来庞大商机 还有这位66岁奥运超级粉丝 在巴黎街头回头率超高 在40年内一共参加了7次奥运 为了这回能到巴黎看比赛花光了积蓄 巴黎奥运结束后他会继续存钱 为2028洛杉矶奥运做准备 TVP的新闻综合报道 奥运也诞生了中国新飞鱼 就是年仅19岁的小将潘展乐 他不仅是夺下金牌 更打破了记录 在泳池中高举双臂欢呼 这一刻中国大陆的新飞鱼潘展乐 以46.40秒的成绩 夺下奥运男子100公尺自由式冠军 不仅领先对手超过一秒 更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再往前推0.4秒 不仅背负着中国队的希望 也算是一吐怨气 因为中国队施打禁要的怡云 不断遭受国际质疑 甚至前跳雪皇后高敏替选手暴虚 要减次数太频繁 影响成绩错失金牌 去年我接受了29次检查 所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潘展乐系数要件有多频繁 另外他在央视受访称 第一天跟澳洲选手打招呼 对方一点都不理 还有美国队在中国队训练时 教练在岸上 美国队的滚翻动作 直接往中国教练见雪花 感觉有点看不起中国队 潘展乐身高190公分 年仅19岁 首度游进奥运 不仅夺金还打破纪录 立下国际泳坛里程碑 Tip新闻综合报导 选手要有好表现 不只是自己的努力 装扮也非常重要 来看到最快的泳章 哨声响起奋力一跳 我国游泳健将 台湾蝶王冠宏 本届二度征战五环殿堂 三十一号在准决赛上 游出1分55秒07 排在分组第五名 但可惜第二组出赛选手中 大多都在1分55秒内 王冠宏总排名落到 第十一名无缘晋级决赛 我觉得应该就是 200蝶这个项目 是大家前八名是最快的 自己目前的发挥还算可以 我是希望继续这次的经验 然后希望下次可以更好 虽然已不到一秒之差 与决赛擦身而过 王冠宏仍创下我国学兽 在奥运史上最佳排名 同时也是本届 亚洲成绩第一名 其实一直希望自己可以进决赛 然后今天这状况 我觉得自己自己觉得还可以 但是当然自己觉得还可以更好 其实他刚刚也有讲 叫不要讲 但我还是讲 就是他第三趟的时候出来 然后有点呛到水 呛到水之后就没吸到气 对这是比较美中不足 不然其实以他今天的状况 我觉得比早上快个半秒 是应该是没问题 虽然比赛中出现小状况 但王冠宏说 不想拿这个当借口 始言下届要卷土重来 然而他也坦言 今年奥运真的很难 不止因为各国选手 都拿出自己的A-game 泳将身上穿的泳衣 也可能是至胜关键 而说到泳装 通常大家第一个 会想到的品牌 就是Speedo 为了本届奥运Speedo 推出最新款Fast Skin LZR 2.0 系列泳衣 堪称吸水性较低 还拥有最强防水性 可以有效减少阻力 他之所以拥有 如此强大的表现 关键在于 布面涂料 原来是使用了一层 用于保护太空卫星的涂层 来达到最佳防水性 英国蛙王男子100公尺蛙式世界记录保持人 Adam Petey 本届就是穿这款Speedo泳衣 重新站上奥运舞台 机关与生涯第三面金牌 十支交臂 只拿到银牌 五元完成三连霸 但赛后 他说落下的男儿泪是喜悦的泪水 因为这是他克服酗酒 汉系离健康问题后的复出之战 十年专业 而成功的旅程是 你会比较多的失败 和比较困难 比较好的 很有趣 因为我们已经开放了 世界纪录纸 80%都在这装 事实上Speedo过去就曾开发出鲨鱼皮泳衣 号称能减少3%以上的水中阻力 有数据显示 推出后的两年之间 泳将总共刷新147项世界纪录 美国飞鱼 菲尔普斯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也就是因为频频创记录 世界泳总在2010年下令禁止选手 穿高科技泳衣 We have a reall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world aquatics and we work very closely with them to make sure that our suits are within regulation I mean of course we're always trying to push the boundaries Speedo表示 他们研发的Fat Skin LZR 2.0 在去年11月就获得世界勇总的许可 英国 澳洲队都在本届穿上这件战袍 至于美国队 这是穿美制品牌TYR的友衣 华裔泳将简爱就是穿TYR泳衣 在女子100公尺迭尸决赛 以55秒59逆转世界纪录 保持人握许 多下生涯奥运手金 也为美国摘下本届第一面金牌 而这套泳衣同样充满新科技 TYR声称采用最常用于军事行军外的 无摩擦纱线 来打造自家的泳装 号称耐用又防水 而且是业界唯一一款 基于围观角度分析 阻力而开发的泳衣 日本看来勇士持江梨花子 则是穿着日本大厂Mizuno的泳衣 第三度出战奥运 虽然未能站上颁奖台 他发誓要继续拼下一届 奥运不只是运动员的竞赛 也是国际运动品牌的一级战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